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否认去发生 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升级 能使人降级的 当大地震荡 山巒粉碎 化为散漫的尘埃 而你们分为三等的时候 幸福者 幸福者是何等人 博命者 博命者是何等人 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 这等人却是门主捐固的 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 许多前人 和少数后人 在珠宝相乘的床塔上 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 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 长生不老的同仆 轮流着服侍他们 捧着杯和壶 和满杯的成全 彼此相对地靠地靠 他们不因那淳泉而 头痛 也不酮丁 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 和自己所喜好的鸟肉 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 好像藏在棒壳里的珍珠一样 那是为了报仇他们的善行 他们在乐园里 听不到恶言和谎话 但听到说 祝你们平安 祝你们平安 幸福者 幸福者是何等的人 他们享受无次的酸枣树 结石累累的香蕉树 慢慢的树荫 泛泛的流水 丰富的水果 四十不绝 可以任意摘取 与被升起的床塔 我使他们重新生长 我使他们常为处女 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这些都是幸福者 所享受的 他们是许多前人 和许多后人 搏命者 搏命者是何等的人 他们在 他们在毒蜂和废水中 在黑鹰的 阴影下 既不凉爽又不美观 以前他们却是豪华的 却是固执大罪的 他们常说 难道我们死后 已变成成土和修谷的时候 我们必定要复活吗 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你说 前人和后人 在一个著名的时期 和特定的时间 必定要被集合 然后迷雾地否认 复活的人们 你们必定是 赞枯木的果实 必以它传奇 然后痛饮废水 像害肖可病的 骆驼饮凉水一样 这是他们在 报音之日所受的款待 我曾创造你们 你们怎么不幸复活呢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受的经验 究竟是你们把他创造成人呢 还是我把他创造成人呢 我曾经是死亡 丰佩给你们 任何人不能阻挠我 不让我改变你们的品性 而是你们生长在你们所不知的状态中 你们确实知道初次的生长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种的庄稼 究竟是你 使他们发柔呢 还是我使他发柔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定使他凋零 而你们变成诧异者 你们将说 我们是遭受损失的 不然我们是被掠夺的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饮的水 究竟是你们使他从庸中降下的呢 还是我使他降下的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使他变成苦的 你们怎么不感谢呢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钻取的火 究竟是你们使随目生长的呢 还是我使他生长的呢 我以他为教训 并且以他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 故你们应当送养你的主的大名 我必全心地没落出门事 这却是一个重大的门事 假若你们知道 这却是宝贵的古兰经 记录在珍藏的经本中 只有冲结者才得抚摸那经本 古兰经是从全世界的主将去的 难道你们灭世界的训词 而以否认代替感谢吗 你们怎么不在灵魂到死者的咽喉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大家看着他 我比你们更临近他 但你们不晓得 如果你们不是受报应的 你们怎么不是灵魂复返于本位呢 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如果他是被眷顾的 那么他将享受舒适 吉阳与恩泽的乐愿 如果他是幸福者 那么一般幸福的人 将对他说祝你平安 如果他是迷雾的 否认复活者 那么他将享受 饮废水的款待 和烈火的少少 这却是无可质疑的真理 故你应当颂扬 你的主的大名 你本来 点核权 realizing 要付湿 马先生 澳心 是 谢谢 阿 הי 我